欢迎回来继续来看过去南北韩边界的板门店 共同警戒区必须要经过特别申请才能前往旅游 但是现在因为两韩关系大改善 他们打算要撤除共同警备区的哨战兵力和武器 将来游客可以在两韩边界线自由穿梭 预计最快今年内外国游客也能像文在寅与金哲恩一样 沿着板门店的军事分界线来来回回自由地走来走去 三자 검증이 완료되면JSA에는南과 북 각각 3개式의 초소와 총기를 휴대하지 않은 35명씩의 경비 인원만 남게 됩니다 南北韩将拆除板门店 9个哨战 同时解除区域内的所有武装 不过外侧依然会保留警察持枪守卫 但其实外界很难想象 一年前的板门店是这副模样 叛逃的北韩士兵不顾一切向前冲 还差点引发两韩边界枪战 不过其实板门店向来还算是平静 1971年8월 판문점입니다 南과 북 군인들이 자유롭게 건물과 건물 사이를 걸어다닙니다 당시 적십자 남북 예비회담을 취재하러 온 기자들을 매서운 눈빛으로 바라보기도 합니다 판문점 내부를 남북이 공동으로 지켰던 시기입니다 直到 1976年8月18号这一天 因为美军砍掉一棵树 边界又爆发冲突 这次之后美军决定用水泥打造一条看得到的军事分界线 南韩军人从此四目交接不再说话 就连游客造访也能感受紧张氛围 一条切割南北韩的分界线 曾经让不少士兵惨死边界 如今两行关系露出和平曙光 现在传出北韩还将准许旅行团 经由南韩机场到大陆沈阳转机后 再飞到北韩旅游 在和平氛围下金正恩要拼经济 先从解除观光限制下手 TVB新闻刘婷婷总和报道 南韩总统文在寅出访教廷 会晤教宗方济各 而且还带了金正恩的口信 希望能够邀请教宗前往平壤访问 而教宗当场回应说 如果收到邀请他非常乐意 文在寅会面天主教宗方济各 送上特制的耶稣浮雕 还有韩国味十足的圣母像 教宗也回赠亲笔信和橄榄枝 赌心天主教的文在寅 这次来到梵蒂冈朝圣 在38分钟的闭门会谈 没忘了帮金正恩带口信 邀请教宗访问平壤 盛情为南韩随行人员 被《妥和平歌》和《念珠伴手礼》的教宗 也欣然表示 若北韩正式邀法会乐意前往 若方济各真的前进平壤 将成为首位造访北韩的教宗 在此当下南韩军方也提出新愿景 南韩陆军计划在2030年 将传统步兵升级为智能机械化部队 除了让战斗人员用车辆代替徒步 还将提升军队装备 发展战斗机器人 预计赤资1.25兆韩元 夺达341亿台币 完成这个白头珊瑚体系规划 TVB新闻总和报导 日本相当担心范围 广大的南海海潮断层 如果引发强症 恐怕会诱发大海啸出现 台湾时间24号凌晨12点 一阵天摇地动 让距离苏澳井111公里的 冲绳县八重山跟宫古岛 出现震度3的摇晃 23 24号接连两地震 间隔快12小时 民众心慌慌 离台湾不远的日本 也有类似的问题 日本地震专家非常担心 太平洋海底的南海海槽 累积的能量 有一天爆发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南海海槽未来发生强症的几率不止增加 日本政府预测 如果南海海沟引发规模9的大地震 那全日本将会有32万人死亡 潮河21年1946年的南海地震规模8.1 引发6公尺高的海啸 1854年的安正东海地震后 32小时发生安正南海地震 这两起地震也发生在南海海槽 因为它的范围广大 可能这边震完换另一边震 因此日本政府打算 只要南海海槽的警戒区一发生强症 就要沿海居民先撤离一星期 禁冈师的禁冈广野医院 是广野丁设立的海啸避难场所 六层楼的高度可当海啸 但目前的备梁跟空间有限 要如何修这门海啸生存学 是日本政府的当务之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根据报告 目前全球至少有8座城市 都在下陷当中 伦敦 休西顿 雅加达 跟上海等人口稠密的大城市 都出现了严重的地层下陷 香港摩天大楼 低楼层都泡在水里 纽约自由女神脚下也都被海水淹没 这就是预测全球平均气温 若上升两度 我们将看到的景象 这样的危机距离我们越来越近 根据统计 全球目前至少有8座城市都慢慢下陷 英国伦敦 大陆上海都被点名 其中印尼亚加达的下陷速度最为惊人 雅加达因为过去开挖的运河已经淤积 每逢大雨就淹 人口又呈现倍数成长 突破了1000万人 随之而起的摩天大楼不断重压地面 泰国曼谷也面临一样的问题 这些城市都是新兴的城市 他们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都是平原地区 都是冲击这个土壤 所以过去的压石本来就比较低 那现在因为这个戒足合纵的关系 所以它下陈的就会加速变得会比较快 那这都是人为造成的因素 人为造成的因素还包括超抽地下水 这也是雅加达下陷的最主要原因 但为什么会过度抽取地下水 恐怕是和当地的基础设施有关 今天政府只能提供 水平均较少于40%的需要 政府仍然失去完成60%的需要 所以人们在搜索水平均较 水资源分配不良 让民众只能自己开挖水井取地下水 加快雅加达的下陷速度 平均每年达25公分 许多新兴城市都有和雅加达一样的困境 而在欧洲像是水都威尼斯 则是直接看到了海平面上升的冲击 另外在美国的迈阿密休士顿 也是每逢好雨必成灾的困境 仍为造成的地层下陷和海平面上升 威胁着全球大都会数千万人口的未来 TV别新闻彭慧云王华林采访报道 放国汽车零件大厂研发最新的自动驾驶系统 为了测试人工智慧 是不是能够精准地判断路况 他们特地选在交通相当混乱的巴黎街头进行测试 不过他们也坦承电脑危机应变能力 还是不及人类 轻易行驶在道路上坐在自家车里 司机不需要手握方向盘 只要欣赏眼前景色就可以 法国汽车零组件大厂法雷奥研发出的自动驾驶系统 CNN记者实地上路测试 自驾车能不能真正上路到巴黎街头测试就知道 因为巴黎向来交通混乱 不过9月底发雷奥公司测试成功 证明电脑能够聪明辨识混乱的交通状况 安全把人送到目的地 今年巴黎车展自驾车成为一大亮点 只是道路状况复杂 电脑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是比不上人类 法雷奥公司说要能全面自驾 预计还得花上10年的时间 TVBN新闻吴宏杰综合报道 一般看到的警察勤务犬 大多是找毒品跟暴猎物 但是美国康乃迪克州警局 六年前开始训练寻击猎犬 也就是专门寻找电子装置 不管是手机或者是电脑 从罪犯遗留下的犯罪足迹 都能够找到破案证据 东文文西秀秀秀 狗狗探头探脑 但他们不是在玩游戏 而是在认真执情 不同于一般勤务犬 这群狗狗不找毒品和暴猎物 他们专门寻找电子装置 他们可以找到皮革 但他们失去电子装置 可以存在很多信息 他们问是有可能性 我们可以找到刘子 找到刘子 我看一看是第一次问的 很多工作我们做是 犯罪状的犯罪状 或者是孩子的掌握 我们找到电子装置 那些团队有罪费的 可以从电脑或电脑 机器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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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的鼻子有六百萬個嗅覺受器 狗鼻子更不一樣 它們有三億個 而且靠訓練就能一文不忘 所謂的TPPO就是一種防止記憶體過熱的化學塗料 任何電子裝置都會使用 一開始訓練人員會把這化學物裝在罐子裡 靠食物獎勵訓練狗狗 緊接著在實地演練 但其實也不是每隻狗狗都能當獵犬 只不過偶爾也會有進階測試 像是讓狗狗在焦黑殘骸中 試著找出TPPO的味道 也會在室內練習 一旦聞到味道 就會立刻坐職 等著訓練人員給獎勵 雖然偵查作業步調緊張工作又複雜 但狗狗下班後還是一樣吃飽睡暖 就像一般寵物狗一樣 日本環境省一行令下要求日本的超市超商開始演織塑膠袋消費的可能性 塑膠袋要消費 儘管不是立刻上路 卻已經引起日本消費者的各種意見 其實早在30年前就已經有日本超市率先推動塑膠袋收費 習慣成自然就不會太過依複膠袋 也是自帶購物帶吧 TUBE新聞 綜合報道 占定100坪伊山傍海的伊豆溫泉別墅 只要台幣不到一塊錢居然還滯銷嗎 來看看金剛縣就有一棟這樣的民宅 仲介怎麼賣就是賣不出去 為什麼啊 寬敞客廳 古色古香合室房 這棟景觀低牌別墅不止伊山傍海 還能一邊泡湯一邊眺望窗外美景 這就是温泉的風格 金剛縣伊豆丁這棟擺平獨棟溫泉明摘的售價 讓人聽到下巴都快掉下來 其實是1元 真的1元嗎 真的1元 雖然網站標示0.01萬日元也就是100日元 但真實售價只賣日幣1元 換算台幣不到3毛 泰沖即興的價格 反而讓日本網友覺得毛毛的 現在自己家裡持有的 還有一家的房子 保持維持管理 也不可以 如果想要放鬆的話 是本音是本音 當初屋主父親買來當度假別墅 現在一次要維持兩間房子 實在太吃力 而且想當別墅的主人 其實魔鬼藏在細節裡 所以旧水道的利用券 還有温泉的利用券 包括物資料 就算200萬元 就算了 光是管理費 房屋税以及溫泉使用費 初期費用就高達約台幣55萬 才讓這棟一日圓別墅 遲遲賣不出去 日本國土交通省 未來將成立特別網站 介紹空污背景 希望能解決像這次 幾乎是賠本賣卻賣不出去的 空無問題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另外東京熱門的景點 晴空塔推出戶外空中走廊 旅客可以直接走到戶外觀賞風景 挑戰遊客膽量 10月23號就會正式開放 每天還限定接待12組客人 而日本媒體也登頂搶線體驗 高高出力彷彿要穿過天際 這是位在日本東京的晴空塔 坐上電梯來到高約155公尺的位置 正是晴空塔的戶外觀景台 哇 鐵骨抜出來了 初次在晴空汽車外出來了 風很舒服 晴空塔遊客造訪人次已經突破3000萬 現在新推出戶外空中走廊觀景體驗 搭高速電梯只要花50秒 就能抵達350公尺高的瞭望台 直接走出去欣賞塔外景色 不必再隔著玻璃窗挑戰遊客膽量 晴空塔啟用新措施希克 沒想到日本油壓機場KYB 卻驚爆避震數據造假的消息 晴空塔也是他們的用戶之一 KYB從2000年就開始造假 設計造假的油壓裝置 主要是用來吸收地震能量 減少建築物搖晃程度 除了晴空塔外 東京都廳 大阪通天閣等也都被波及 全日本有將近1000棟建築物受害 TVW新闻吳鴻杰 綜合報導 有機運動員